陪伴一起看比赛的咱们比较熟悉的呢 有Tony 小南 还有宇轩 当然大家会觉得很新鲜 可能你在之前的一些 其他的舞台上非常熟悉他们 但是在我们 全球总决赛的这个 比赛过程中是第一次见到他们 那就是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明星嘉宾团队 气韵联盟乐团 欢迎大家 来 这样从我身边开始吧 我们依次做个自我介绍 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气韵联盟李润琪 然后我是名中丹 哎 中丹 中丹 欢迎润琪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英雄联盟的 气韵联盟吧 只有我是个辅助 哈哈哈 好啊 可以 来 另外还有我们三位小兄弟 大家好 我是 我是达野 我是赵哥 大家好 我是老胡胡语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熊天空姐 欢迎大家 嗯 好 好 五位呢先分别做了自我介绍啊 咱们一会儿呢随着这个我们聊天的进程 咱们再说说关于这一次全球总决赛 大家的这些观赛的体验啊 以及以前对于英雄联盟的一些感受 好吧 我们腾认体育和腾认视频也是作为独家视频平台二路流呢 是从9月25号开赛以来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 最终的决赛期间是全程为大家来直播英雄联盟2020全球总决赛的比赛 淘汰赛的期间呢我们每个比赛日呢是在下午的4点半来为大家先带来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的这个赛事前展板块 先来聊聊比赛的看点 同样我们也请到我们今天的陪看嘉宾来分享一些他们的故事 同时呢今天在上海的前方演播室呢 我们也请到了咱们的几位同事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说 今天在上海前方的是有继德 泽源和Kat三位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收看在6点钟的时候我们是正式的进入比赛 那同时也要感谢斗鱼直播 虎牙直播 对腾讯体育二路流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把时间给到小南来看看大家怎么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好的 那在今天的直播的比赛当中呢 那接下来进入到咱们跟嘉宾一起来畅聊这个全球总军赛的环节了 马哲跟我这微微一笑 感觉坏坏的样子 先来问一个问题 因为说实话呢 这一次从9月25号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我们看比赛有很过瘾的时候 也有呢觉得心里堵堵的时候 这是我们演播室的第一次有这么强的阵容 五位嘉宾做客 而且我们还配了就是两位就是类似主持人的人啊 类似 对吧 然后还有我们女主播以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嘉宾 所以今天阵容很强大 那么首先想问一问 人家可能会说了你们整这么多人的演播室里 是磕瓜子 看球啊 喝啤酒啊 是不是 但是这五位咱们小兄弟啊 想先问问大家 哪些是经常玩英雄联盟 能不能先率先举个手 好 有三位举手 两位选择不举手 是吧 这是真心话 是吧 是不是真的 确实不玩 但是这两位啊 一会儿我有特殊的环节会考验到他们 行 也很重要 一会儿可以再聊 行行行 这个厉害了啊 说来这个英雄联盟的全球总决赛的这个比赛直播啊 从来也不玩游戏的就来来来看比赛了 做嘉宾了 那一会儿看来你们要带来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小节目了 个人机 咱们一会儿展开来细说 那现在我们先问问三位玩的朋友 你们在自己曾经玩英雄联盟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段位 然后什么时间接触的 好不好 先回答这个第一个问题 咱们先论情开始 我其实第一次接触是S3的时候 我就知道有这款游戏了 然后我就入坑了 然后现在反正就把别人坑了 段位怎么样 水平怎么样 我就是一瓶普通的钻石中单 那可以了 钻石中单 你打什么位置 我就中单 就中单 很厉害了 什么英雄 拿手的 可以可以可以啊 这个都是这个叫什么 carry能力很强的选手 才会敢说 在比赛中拿出左翼 我真的很喜欢就是左翼这个英雄 他的机动性啊 包括他的爆发 就是舒服 而且很秀 对对对对 有操作空间 马哲呢 我知道这个游戏的时候 也是在S3 但是我玩这个游戏 大概是在S4的时候 现在S3也 S3就知道了 然后先考察了一个赛季 对对对 看看你们这个游戏怎么样啊 后来发现不错 对对对 其实我同学带我路 都在玩 那你打什么位置 我平常喜欢打野 还有打打辅助 打野打打辅助 那你比较喜欢的英雄呢 这个打野和辅助好像跨了点大啊 但是咱们说野斧连洞 你也能参与其中 对对对 一般因为我打野 我就会一个狮子狗 对明白 刺客突然咬人家 那打辅助呢 打辅助我就打锤石啊 然后万金游 是女啊 太坦了 还挺主动这种啊 对对对 发现了一位万金游选手 但是我觉得要说起打野 我盲猜一手赵柯的段位 应该是比较高 来说说什么时间 认识到你们这个游戏的 我可能比较早 当我打的比较菜 我就钻石胜员 然后S1开始就已经在玩 然后主要打的就是艾客 S1就开始玩了 这绝对是老玩家 当然今天上节目之前 咱们也有聊过 有个小私心 今天上节目 是有个什么愿望吗 没关系 你不说 你永远得不到他 你说大胆的说 也许有可能 说出来也不一定能实现 放心吧 我对那个周年 男刀皮肤特别感兴趣 因为当时出的时候 没有去买 课金课不到 所以现在后悔了 这个周年限定的皮肤 没有了 怎么办 确实很遗憾 很遗憾 但是也没什么办法 我们也想帮忙 是的 那赵珂后续会发表他一些 对打野位的一些看法 因为今天毕竟 Kenny Young这个打野 目前应该是整个S1最强的 然后问问两位 洪杰和宇童 爆料一下 你们整个团队里面 谁平常游戏打得最好 跟我们这里来爆个料 有请 谁打得最好 我还以为要说他们三个人呢 那我其实 我也是爆最菜吧 就 有一次呢 马哲跟我讲 他下去水果那里打游戏 结果盘盘都是输了 对 他就跟我讲过这个事 那就是谁比较强呢 强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看过 他们三个同事打游戏 赵珂刚刚在上场之前 叮嘱我 小熊 我们的友谊 你要说 一定要说最强的是我 对 没错 我可以做这种 就赛前这边 球了很长时间 然后假装没听见 没听见 很有意思 那其实 平常大家私下关系也很好 就是 如果平时看他们三个打游戏 或者看比赛的话 给我们透露一下 他们三个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这个比赛 有一些精彩的操作 会不会很激动 或者说 如果他们三个打游戏 像赵哥自己说的 有下犯的表现 那会自己就很急躁吗 或者很生气吗 跟我们来讲讲 来 害羞啥呢 这是特别怕伤了友情 是不是 因为我其实真的没有看过他们打 所以我真的没有 有那个判决 那所以 来 赵哥你自己说一下 给他一个自己展示自己的机会 是吧 我 我遇到那种特别下犯的操作 其实 我还好 我就是 很酷 对 我就 打开弹幕 打开弹幕 开始打字 我是那种键盘手 那还可以 说明这个打游戏的心态 还是非常不错的 杨哥 可以 不是 我是键盘手 我现在算看出来了 这个咱们今天 好像宇童和红杰两位 虽然他们不打 不怎么打游戏 然后也不经常看比赛 但是今天你们是带来草点的两位 是不是 别怕 疯狂地输出他们三个 他们三个不是说自己 我我我S3 S4 甚至还有S1 就是这个英雄联盟的 是不是 那给他们把生活中那些短接出来 是不是 咱们得做这种输出 我觉得兄弟之间的 就是伤害的越深 我们的羁绊就越紧 好 接下来呢 咱们这样 继续来南位三位 是吧 就是叫热衷者 开启兰德里的证捞 对 咱们开启狠一点的 在观看这一次S10赛季的 这个全球总决赛期间 就目前比赛的进程而言 你们觉得哪支队伍会夺冠 请千万说进入到半决赛的 这四支队伍 因为其他的队伍 他们肯定是夺不了冠了 好 实话 实话 你只是说实话 大实话 好 那我们大胆预测 大胆预测 大胆 你聊天吗 我觉得 我觉得掏五个吧 我会觉得 我也觉得是比较淘伯 随手组子 你们两个选择差不多 这两边都是选择淘伯 问问赵珂的话 四强认为谁有可能夺冠 他们都选淘伯 我选苏宁 选苏宁 我一猜 这是酷酷的 那其实两位肯定也是支持了 咱们来自LPR的战队 对吧 是明天的那场半决赛 谁赢的话 是有机会拿到最后的冠军的 我们也希望我们LPR战队能够表现得有点好了 你这话里有话呀 意思 宇轩的意思就是 今天这场半决赛 谁胜的无所谓 这不是我的观点 老弟 今天啊 宇童来之前 其实我有问到他 今天这个比赛是怎么一个看法 来你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 再复述一遍 我可以讲吗 合适吗 没关系 没关系 就 反正没有中国队 大家 我觉得都挺好的 反正我们今天就是来看热闹的 没有中国队 无所谓 明天比赛才最重要 是 我小时候看足球都这种心态 直到我找到了一个母队 是吧 我才开始支持他 所以今天呢 确实咱们看热闹 一是看G2呢 表现得有多好 二是看军技呢 能不能 DWG 二是看这个DWG能不能很神奇 是吧 所以这是今天咱们来 那如果说你们几位啊 工作不忙 没有冲突 行政没有冲突的情况下 会去现场看你喜欢的体育项目的比赛吗 这个问题问得够宽泛的了吧 不是说你去面对吧 体育项目的比赛 我觉得我会一定会支持 会吗 对 就是有时候票难抢 对 今年票确实难 今年就是摇号 对对对 马哲呢 现场的话 我其实最想去看NBA 对 但是我们一次都没去过 争取好好做音乐 有机会是吧 咱也前往美国 去现场看 那当然不是有时候有中国赛吗 也可以 对对对 对那这边呢 也要问问三位啊 我们都知道你们是作为最后比赛的最强场排乐团 拿到了冠军 那其实运行联盟呢也是五个人的游戏 那作为五个人的团队 你们认为可能需要做到哪些事情才有机会最终夺冠呢 三位一起来聊聊 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没想好 你们先说 哈哈哈哈 这话筒有点烫手 你来 哈哈哈哈 嗯 有点冷啊 这个话筒你来吧 我发现推锅推的都是还是挺溜的是吧 这就是我们的团队合作 可以 可以 这一看四天都是好兄弟 没有人了 我那边还有兄弟的话 再来一圈 是吧 对对 你可以传给小男 哈哈 必须要回答一下 必须要回答 这边开始 我我开始啊 行了 那就是 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团队合作吧 然后还有就是 嗯 交流 沟通 对 画得很好 因为五个人嘛 那各自发挥各自的长处肯定是很重要的 各自发挥长处加上团队的配合 我觉得洪杰和宇童确实说得非常好 赵哥这边要问问 刚才他说了 自己是键盘 咱们算是通过了第一期的考验 他们还给彼此还竖个大拇指 哈哈哈哈 可以啊 宇童你还是一个团队主心果 鼓励一下兄弟 表现不错这一趴 咱们进入到下一趴 下一趴呢 是考核几位的英雄联盟的一个小知识 我们要请大家呢 根据我们给到的一些提示 来猜英雄 或者是来猜选手 都有可能 好 来 我们进行第一道题 你都知道答案了 我感觉 谁 紫晒 紫晒 我有的 这太厉害了 好 公布答案 我们本来想给一些提示 曾经在世界赛上发挥十分亮眼 天使降临和恶魔降临 在今年LPL比赛中 比较执着于用长手英雄来打上路 但是显然我们准备这些提示都是多余的 这是 赵哥不服 说你们这边也猜的太快了 刚刚张嘴这边爱客两个字已经出来了 主要是我这边还没听到问题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发现原来上面有图片 你知道吗 你看图猜的是吧 对 我问题都没有听到 赵哥 这个上单的半肉 对 然后现在呢 更多的是打中路或者是打野 出AP装 他还是挺强势的这个帮助 对 好 下一个 也是一个中单英雄 这个应该就是 嗯 这是 世界赛的出场率呢不高 但是也有一支队伍 他使用过了 抢答啊 抢答 抢答题 我想啊 谁 在 LPL的联赛当中 我们知道 是压果吗 牙膏和Rookie 他们都比较爱使用这个英雄 啊 嗯 左一吗 来这边已经 已经给出答案了 手子哥 左一 左一啊 左一嘛 哎呀 这是左一啊 哦 哦 哦 左一怎么可以长这个样子 是 刚才左一的这个特写表情 跟刚才润奇的反应差不多 哦 哦 左一是 角度不一样 这个角度还挺清奇的 对 愧不愧玩 好 那刚才咱们解释也是经过了一个考验啊 发现 说自己爱玩 爱看比赛的三位表现的还是很优异的 嗯 当然 除了左一 除了左一 这个也正常 因为刚才我们选的这个角度特写啊 就好像问说这个明星是谁 然后你给了我一张 后脑勺 后脑勺 对 且这个后脑勺还是戴着帽子 对 那太难猜了啊 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也是刚才聊到几位 呃 都会认为这一次全球总监赛 咱们LPL的队伍有机会会夺冠 是吧 那几位呢 其实也是做乐团 做音乐的 呃 清运联盟这一次听说呢 也是首次翻唱了 我们英雄联盟的叫 战斗之夜的主题曲 是的 对 有没有可能 呃 我们先哼唱哼唱 因为据说在30号的时候 你们的翻唱版本会正式的上线 哦 是吧 那我们这次就是提前PO一下 嗯 嗯 哦 好像还好像还要商量商量似的 其实心里觉得没有问题 哦 可以吗 清清唱两句 起来 从从哪句开始呢 那从第一句来吧 好 第一句来了 对因为我唱第一句 你们五个是会有配合的吗 呃 赵柯说了 哈哈哈哈 赵柯 赵柯说了 今天把你们两个这边选为代表啊 代表团队一块来清唱 可以 好 OK 是吗 这已经商量好了 我觉得你们那边可以唱说唱部分 别闹 小李不是 别闹别闹别闹 好 开始 暗黑的长夜在伺候 哦 大地在颤抖 网络兰的守候 追逐谁是英雄 哎 哎 肩并肩作战 都是一天满 呃 都是一天满 去拿 呐喊吧 呐喊吧 对 然后就后面就 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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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你好 你好 你教彼此唱歌的感觉 哈哈哈哈 算不错啊 昏心 明白明白 让我们看到了平时可能你们在就是训练的时候啊彼此那种呼应了然后唱完以后 嗯哼 哈哈 然后给大道一个第一个话口 要不就是救命啊 救我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正在路上 颜辉正传 回来继续看比赛 先来看一看在上一个比赛日的一些精彩的激进 我们回顾一下 了 vice versa